昨天是从定乡 定乡是属于新州市 定乡县拿了68美 然后有个老朋友联系我 老朋友呢是灵山 灵山应该是属于旅梁县 去的旅梁 然后呢 没有交易成 这个老同志呢 我就不多评论了 种种原因吧 反正把我给忽悠了 我又拿它没办法 因为年龄太大了 昨天晚上又来到了这个 叫左泉县 左泉县属于静中市 也是山西啊 随处可见的古建筑 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左泉县收的这100多枚 都是一些大头 传扬赞扬 好处呢是原汁原味没清洗的 这里面有一些哈 就是以我的眼光看的话 送PC都能博分的 但是呢 现在这行情博分也没什么意义了 还好吧 普通的大小头传扬 进入薄力时代 100多个 今天是来山西的第三天 现在收了有个 也就200来个 也就200来个 都是普通大小头 好的一些东西啊 因为前两年行情好 好的一些你比如说 比如说龙羊类的 之前都是几万几万几千几千的 现在架下来了 好多人反而不卖了 也就大小头还能收点这种一线的原汁原味的 再者说现在真的这种普通大小头传扬 战扬 进入了很多名的一个时代 我可以给你们说哈 这个利润 好多人以为收掉 还是赚多少多少钱啊 我给你们举例子 我说的是实话 比如说没有初二 没有硬华的大头 我们现在收是1100 我外出的时候是1200 看似一个赚100块钱 但是实际呢 快递费 如果是零售的话 一个快递费顺丰的话 可能就20多 我的 比如说我来山西路上的费用 我从我们德州到第一站 是去的新州的定向 就500公里 我 你就算嘛 我又去的 零山线 然后又来的 左权线 这路上的费用 吃 住酒店 路上还有来回的费用 全扣不完以后 一块 我感觉也就50块钱左右 甚至50块钱以内 并不是每一个都 那个毛利润是100 所以说现在这玩意儿 也就我因为还热爱这个东西 要不然我早改靠号了 好多技术行都干不下去了 因为利润 没有利润了 不成正比了 按说收一块赚个200块钱 还行 而且话说回来 并不是说你想收就能收到的 现在一线货真的很少很少了 并不是说每天都能收个几十个几百个 一线货真的有点少少少少少了 现在好多是技术行的货 同行的货 之前藏家老藏家的货 利润极低 所以说你们那些同行 要不然就别收了快转行吧 在山西最后再待个两三天就打到回府 因为车上放的东西多了以后不安全 有想出货的抓紧联系 下一站 尝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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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